我 我 我 快点 接爆水吧 来来来 给我喝 你猴子那样 慢点吃 太好吃了 好吃也慢点啊 别噎着 来 怎么了 一天没吃饭了 明儿 明儿带你吃一天 太胖了 现在也不瘦 走 走 走 瘦 瘦 瘦 脚上嘴瘦了 揪鼠油 好吗 来 对了 你待会儿 你就先走 你先回家 你别等我了 我还早着呢 没事 我回去我也没什么可干呢 我陪你们 哄我 哄我那我可不走 不走 这不走 不走 不走 那年我小帽都掉了 行 行 行 那 听你这说 你们律所最近挺乱的 没有 好多人都 到你们公司去闹事 没事 没有 那要不你这几天 别去上班了 咱没事 真的 你怎么突然买这么个话啊 你看 这是我 我以前也喜欢的呀 我以前也喜欢的呀 专注 你 你 行 你还没走呢 你 你 废话 你看见的是鬼啊 吓死我了 你 你还 还在这儿干吗呢 退款啊 解约啊 把资料整理整理给你还过去 你 你也是来干这个的啊 挺好的 他们不愿意跟咱们合作 咱们非去找新的客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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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喂 您早 早早早 汪哥 汪哥 咱老大怎么来这么早啊 老大来得早 大事儿也跑不了 你们听说没有 袁晓鸥不肯网报 他傻了 谣言吧 不知道 我不敢问 这要是真的那事儿可大了 盘言去找主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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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嗯 我 我真是觉得我 好像就是干不了咱这行 而且我也没能明白 就咱这行 我要一直干下去 能干出个什么来 我 我这事儿给咱们律所 造成这么大影响 我 我 我不知道我问题在哪儿 我找不着我错哪儿了 好像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似的 所有那个 给我提供帮助的人 他们相信我 他们为我说话 结果呢 他们反倒让人网爆 让人骂 被牵连 影响正常生活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坐 来 来 我 我们一起复复盘啊 你看到有人偷拍了 追着过去 我 我追上他了 然后 他自己把偷拍的照片全删了 然后 然后他就求我 他跪在我面前求我 你放过了他 我放了他 然后 我受了点伤 然后就被人拍了照片 发在微博上 我就上车搜了 你说说一难影响 也有点凡尔赛了 好了 好 接着说 接着说 然后 我 我还沉浸在 做英雄的喜悦里呢 然后偷拍那小子 他妈就来了 然后一夜之间 我本来还是光芒万丈的 大英雄呢 就变成了 十恶不赦的臭混蛋了 你被冤枉了 我冤啊 我当然冤啊 我 我就开始找证据 我找证人 然后我就找了 当年也有人 被他伤害过 我找那个证人 我求他能帮我作证 可是人家也有人家自己的苦衷 说服当事人受害人报案 与坏人坏事作斗争 这也不叫错啊 没错 是啊 是没错啊 那可是结果呢 就因为我 完了 整个律所闹得鸡飞狗跳的 咱都没法工作了 然后 帮我作证的证人 在网上让人网报 然后我爸我妈都说 要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当初遇见多大的事都没说要卖 就说要帮我评这事 怕我折进去 就因为这样 你就下一个结论 你干不了这行 我就是觉得 我当时就是想伸张正义啊 我就该有这样的下场吗 他们还在主任屋里呢吧 潘 她那天要是没看见就好了 你还不是说她那天 没出门就好了呢 你现在不能走 你现在走着见半价就赢了 我跟你说啊 潘潘 这个每天啊 都有新的热搜 你不可能一直在那儿来着 对啊 过两天肯定就下去了 潘潘肯定是在问云晓鸥难受 也不全是骂袁晓鸥的 也有夸她的 对不对 你得看个夸她那部分 我还真同意淑鸥难说的 法就是不能像不法上 咱们是对的 他们是错的 不能因为他们做错了 嚣张 抱团 咱们就是怂 你要是现在走 我们所有人为你做的努力 全白费了 我们都以为你是自己的 你就是我们的 我们没有乌晓鸥 还还能不能乌晓鸥 这就把我来 那就是七月 那你去找主任干嘛呀 你去找主任干嘛呀 只要我们没有做错 温馨无愧 深圳不怕影子邪 就不用理会那些乱七八糟的身影 如果你对每只像你狂吠的狗 都停下来扔石头 那你就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的 这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学到的 但是显然时代变化了 如果任由那些键盘侠 胡说八道 不加以解释 那结果可能就是 众口说惊 三人成虎 人缘可畏 我也有责任 坏人的嚣张 是因为好人的沉默 我们要让那些重伤过我们的坏人 付出代价 这些天我也在想 我们都是律师 都是学法律的 为什么会让一群 反盲牵着彼此走 互联网 不是反外之地 他们说我们也要说 即使没有人听 我们也要一直说 不然他们说我们不说 就好像我们理亏了一样 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不怕被骂也不怕被误解 他们侮辱诽谤我们 我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捍卫我们的合法权利 让他们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慢点 欣欣 您把门开一下 对对对 您老瞎动什么眼 不是 我不习惯 不习惯 你闲着眼 闲着眼 闲一点 闲点 慢着 怎么跟上钥匙的 这不用画了 现在直播都有十几美颜 还画什么 不用画了 慢着 美颜靠谱吗 你看靠谱了 嗯 你自己看我这好看 你看你 我还挺好看的 挺好看 比你画妆好看 你不是 这我可能选你了 挺适合你的 行吗 来 说一答 你看 行吗 你给王阳来一下 你穿得这么直播的 你们直播 王阳没什么变化 说实话 这跟他怎么没变 你别过来看 原来你 哎呦呦呦 祸死了 你跟柯菜都说一半生子走去 润润润润 是 来了啊 三 二 一 开始 网友 朋友们 大家好 我就是 你们最近 总说的那个战损男 盘炎 我最近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内心的想法 我内心的想法 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一直都很苦恼 因为我 我的亲人 都在遭受着网络暴力 就连跟我素媚平生 只是站出来 为我说了几句话的 小欧 也被 前盘侠攻击到了现在 我所在的律所 我的领导 我的同事 每天都受到 很多的辱骂和攻击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都受到了影响 我一开始觉得 好像是我做错了 我可能当时 就不应该掺和这件事 可是我觉得 那建议永违 有什么不对吗 他们为什么还要骂我呀 就是疯狂地找证据 找证人 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我发现没用 那些想骂我的人 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 他们只是想骂我而已 我也问了好多朋友 师长 也复盘了很多次 到今天我想明白了 我没错 我也泛不上 找那些证据 向那些键盘侠们证明 我是一个清白人 如果我有罪 可以用法律来审判我 如果我有罪 也应该受到舆论的限制 就跟我身后这句话似的 罚不能向步伐让路 所以我觉得 今儿办这场直播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要为自己 也要为身边受到伤害的人代言 我就是想跟那些现在 还在攻击我 攻击我的朋友 攻击我的家人的那帮人 我就跟你们说一声 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下去 小欧 你们也知道我是干什么 咱们的小汉吗 我一定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防护无辜受到伤害的人 我还要劝一句键盘侠呢 网络也绝不是法外之地 小欧 是你吗 你也看着呢 对 你说的太好了 坏人嚣张 就是因为好人沉默 法不能向步伐让步 今儿这场直播 也是想号召全天下所有的好人 咱们都不沉默 咱们都不让步 咱们天下早就不见盘侠很久了 正在看直播的朋友 如果你们也 或者你们家人朋友 现在正在高手上 我们能够暴露 你们就来我们住宿 我们继续的中和律座 我们肯定会借出权力地 拿起法律的武器和你并先作战 咱们得让他们知道 那网络压根儿有个法外之地 有意思吗 来 法院的专地 来 请他坐 来 请他坐 儿子三天没回来了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他以前从来都不这样 看他还能熬多久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在外边还有别的儿子似的 你敢有 你以后就告你重婚罪 重婚罪是指那些 自己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的 或者是明知他人有配偶 二与之结婚的 那像我这样 既没跟别人结婚 也没跟别人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在一起 仅仅是有儿子 那不构成重婚罪啊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 好好好 还不开玩笑 我找人打听过了 于南呢 天天都上班的 忙前忙后的 帮着攀岩立岸 他们所现在可火了 凡是那受网报的 都去找他们 忙得是不亦乐乎啊 你给他打个电话 给他个台阶下 我不打 你也别打啊 你打 你必须打 才好他一星期 一星期 三天 明天 来来来 我给大家冷冻一下 我写的荣科案件简讯 来来来来 你写的 互联网不是法外的地主 就被告人 以及被告张盟 我侵犯批刑的案 法院存别作出判决 判令废告刘罪 连续十日在微博账号 硬核提示上 登载 判被告张盟某连续十日 在微信公众号 我跟你不熟 再看跟你也不熟 看潘岩先生为你道歉 同时两次分别赔偿 原告潘岩 精神死亡苦悔金 及维权合理费用 各9000元 一万八 回答 一万八 好 那今天就拍言请客了 我去你做主了 一万八 才第一笔 后来还有呢 怎么没人骂我过两句 一万八呢 我 来来来来 怎么了 欣欣 商丽找你了 没有 客户 天天过来骂我 你说什么客户骂人 我也能邀请他们 给我精神赔偿 欣欣 以后这种客户 你就不要接 接的话你就跟他说 你要是骂我的话 你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这主任不是教导我们的吗 客户付给我们这律师费 其中一部分就是受气的 就关心 行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 你这个就得向潘岩学习 你知道吗 不光提高业务能力 而且得有强大的抗压能力 你这才能逆风翻盘 谢谢 不服输 不怕输 行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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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不服输 不怕输 你不怕输 是吧 客户怕 你不服输 人家客户要的是赢 要的是赢 那完了 那这小子干不了了 他姓输 我姓输我就能输了 你姓输你就能赢了 你不服输了 你不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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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要 要换个位置吧 换个明显的位置 你怎么还没弄好呢 领导说话就到了 那 谁呢 书男呢 你不让他准备发言稿去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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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紧啊 马上 马上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法部可以向步伐让步 荣科反网报 网 荣科反网报 法律援助服务站 是在各级领导的支持 和指导下 依托于荣科律师事务所成立的 并将与知名公益组织 展开密切的合作 你帮我起草一份婚前协议 你要结婚 客户 真热逗 那个 回头你把那个财务状况 还有那个诉说 就起草一份 最大限度维护客户利益的 就起了 啥时候有 这么晚做的药 这么着急 凤子成婚啊 不是 那解释不了 结婚这么着急干嘛 这也不是奔丧 哎哎哎哎哎 快快快快 领导领导楼下呢 快快快快 赶紧的 好 好 好 来来来 快点啊 来 来 来 把这摆上 来 搁那摆上 好 谢谢 来 好 拍照吧 拍照 好 好 好 来来来 一起来 来 一起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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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主啊 你们律所那个 战损男呢 潘严 潘严 来 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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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是潘严啊 我是 您好 您好 小潘律师 哎 哎 你现在的影响力可特别大啊 啊 没有 而且这个潘律师啊 给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 面对网络暴力 面对那些个键盘侠 你可以说是 网络时代的不畏强暴 是网络世界里真正的勇士 不敢了 不敢了 我们大家为他股股掌 谢谢 谢谢 为他 嗯 我替他们媒体记者呀 问一下 你当时这么做的时候 有没有后悔过呀 说实话啊 后悔了 后悔告他们告晚了 我 哈哈 麻烦你能给我们录了一个小采访啊 哦 我 我没准备 随便问啊 没事 没事 你就说呀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法部可以向不法让步 共同向网络暴力宣战 好 好 我我我我我是看 臭妹 出镜头说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我们要团结起来 向网络暴力宣战 好 好 好 各位好 各位好啊 好 谢谢 主任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反网报中心吗 当然可以 杜律师 嗯 一南 我们呼吁要针对自媒体 健全立法 加强网报现象的综合治理 荣科反网报法律援助服务站 是在各级领导的指导与帮 是在各级领导的指导和帮助下 依托于荣科律师事务所成立的 并且将与知名公益组织展开密切的合作 让我们共同向网络暴力宣战 你别说你还真行 你还真上得了台面 我一直在台面上的 你再在下面趴上来 楠楠 我也给你拍了啊 我发群里了 你说得也还不错 就有点紧张我看着嘛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说什么呀 你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 你要说啥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法不可以向不法让 不让我们一起向 一起向网络暴力宣战 你这不是说得挺好的吗 一南 一南 又能够拍拍 是那记者让他说的 让他这么说他就这么说呀 这我还真得替南南说句话 那等于你把人家精心准备的发言稿给刨了 一天就你话最多 就你最好战 他吃什么了呀 我看他这 一股邪火 我也不是因为你 那也没 你们没发现他好几天 没换西装了 那也不是咱不让他换呀 他之前上班 西装不同样啊 他还说过一句话说 如果这人哪 两天不换衣服 就会显得特别 弱 粗鲁 不礼貌 他这就挺露的 行了 领导还挺写的 你说的就是挺好 是吧 这 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呀 吃什么东西呀 那我就先去楼下埋站吧 行 我跟您一起去吧 行 走 走吧 文森 我回家了 我书密码里边好像反锁了 我在门口听到里边 好像有人在说话 你们家不会尽宰了不 要不要报警啊 兄弟 你在家呀 等等 那个 不好意思啊兄弟 我女朋友 那个我们 我们聊点事 你先等会儿 我待会儿完事叫你 我待会儿完事 我待会儿了 我待会儿能够给你 你继续托开 呢 我关春 我永远入 我ох院 在你 一国交通通宿 i号beam 你号beam 你号beam 我们号beam 你号beam 妈妈 你号beam 这是你号beam 下来的 待过一年 我不想拿着职业证 我真成理事了 啊 呃 没事 我这个今天晚上睡点必须要交 行 没事 你先忙着 你好 那个帮我们把火先关一下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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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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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考虑了吧 您还是帮我找 距离财富大厦附近的吧 谢谢你啊 你租房呢 我帮朋友租 那你朋友够钱的啊 喂 咱们那个绿所边的房 不得一万千 差不多吧 妈 怎么了 儿子 我给你介绍一个案子 哭啊 你还有这本事呢 谁啊 钱宁 早上过来说琴 又想和解 那您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重要 陆老板的心格 你又不是不知道 肯定要大发雷霆 怎么可能和解呢 那就 不和解 不和解 不和解官司输了 他还得骂我 这老板嘛 很正常 其实吧 他跟钱宁的关系呢 之前真的很好 那肯定的 那不然怎么能 给他这么多业务呢 是吧 那谁知道 他离开公司 是不是都带走了 你说这事啊 我也在想 你说这事啊 这官司真打起来吧 一审二审没个几年 肯定没有结果 就算咱们真赢了 那除了赔礼道歉 除了赔点钱 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是 就虽然我是做律师的啊 但是我还挺不赞成说的 打官司的 我是觉得呢 如果钱宁他意图和解啊 那不然咱们就管他多要点 让他道个歉 扶个软 那今后大家还能见面呢 这话是这么说 可是你说 这话 谁去跟陆老板说呀 要是我们说了 那他肯定想 我们私下跟钱宁有勾结 所以我们说不合适 可是你说我要不说吧 将来官司输了 他还得说我 说你当初干吗不拦着我 这话呀 还必须得我们说 到时候我会把这 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我都跟陆总说清楚 无论他到什么时候 那都不能赖到你们身上 那也行 你要觉得这话你说合适 那你们就给我出一份 法律意见书 对了啊 这事别让一南掺和 是是是 就避嫌嘛 那都不至于 主要是一南这孩子啊 从小就在国外念书 没经历过什么人情世故 他不懂事 我现在给一南 安排的这些客户啊 都是素质比较高的 他这素质越高吧 反倒就不喜欢那种 讨好型的 像一南这种专业自信范的 那瞬间就把他们拿捏了 其实呢 他工作的事 我和他爸还不太操心 是 工作这方面不用操心 今天他就拿这个实习证了 如果顺利的话呢 明年就能拿到职业证了 那到时候这工作什么的 随便拿跳 痴雨啊 你怎么说那么夸张 是 环景他不就没待住吗 环景 那件事不提也罢吧 一南有女朋友了吧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您看 他长得他这么漂亮 那肯定有好多女孩 都得追他吧 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呀 哪漂亮呀 他爸总担心 说一南这孩子太单纯了 是 这个 到什么时候 这个父母都操不完的心啊